全球现在瞩目的这一个意外猝死的俄罗斯意义领袖纳瓦尼 他一直是总统普钦的头号政敌 不到50岁在流放的当中死亡 俄罗斯官方发布他是猝死 而这已经先动了全俄罗斯反普钦 几乎是酝酿一个反普钦氛围的纪念纳瓦尼运动 目前已经超过400个人被逮捕 我们回顾是从2009年开始 纳瓦尼就不断的批评川普政府腐败 经常组织动员大规模游行 所以是川普列为头号反对派异议分子 2020他搭机返回莫斯科的途中 在机上不舒服疑似中毒 飞机紧急降落然后转往德国治疗 2021年纳瓦尼自愿返回俄罗斯 在机场就被逮 因为诈欺罪这些罪名判处11年半 同年10月他在监狱里获得欧洲议会 欧盟最高人权奖 这个奖叫做萨哈罗夫奖 在去年12月底 纳瓦尼被转到北极圈 堪称最严酷的监狱之一 是俄罗斯最远的流放地 不久现在传出猝死 才47岁 世界各国纷纷对俄罗斯发出谴责 俄国官方是冷处理 纳瓦尼死亡的事件 各大城市不断开始出现纪念活动 警方强力镇压 纳瓦尼之死很可能让俄罗斯 反政府势力大集结 严重影响普京三月的总统大选 俄罗斯反对阵营领袖纳瓦尼 上周五在北极圈城市 萨列哈尔德的监狱内死亡 享年47岁 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死因为猝死 纳瓦尼的母亲和律师 前往萨列哈尔德医院要见儿子最后一面 但预方拒绝交还遗体 表示遗体已经送交调查委员会调查 等待解剖验尸 外界质疑 俄国政府是想隐瞒纳瓦尼的真正死因 尽管各界对纳瓦尼的死讯感到震惊 但对结果不感到意外 哪从纳瓦尼起身对抗总统普京的那一刻起 死亡就如影随形 纳瓦尼生前拍摄的纪录片 也预告了这个结果 纳瓦尼原本是一名律师和媒体部落客 后来从政成为反对阵营领袖 他带领发起反贪服运动 公开指责普京的独裁统治 纳瓦尼在网络上号召数百万支持者上街示威 吸引大批年轻人响应 反政府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撼动了普京的政权 2020年10月普京展开整肃行动 纳瓦尼搭机回莫斯科的途中 在机上遭毒害陷入昏迷 俄国政府当时同意让纳瓦尼前往德国进行治疗 事后发现纳瓦尼是中了化学神经毒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也没让纳瓦尼退缩 2021年1月 他选择回到莫斯科继续抗争 但人还没下机就被警察逮捕 被引违反缓刑罪名送进监狱 入监期间 御方拒绝给予医疗协助 纳瓦尼还绝食抗疫 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去年12月 他被流放到位于北极圈的IK3流放地 俗称北极狼的监狱 冬季温度达零下20度 是全世界环境最严酷的监狱 这里也成为纳瓦尼生命的终点站 纳瓦尼的妻子尤利亚在社群网站上 贴了与丈夫相依偎的照片 悲痛之情 易于言表 丈夫去世当天 尤利亚坚持既定行程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演说 控诉普清杀了丈夫 俄罗斯各地都有哀悼活动 民众在某些地点 现花和点燃烛光 纪念纳瓦尼 俄罗斯官方却出动警察区里 还逮捕了近400人 纳瓦尼领导的反政府运动 是俄罗斯规模最大 影响力也最广的 他主要是靠网络媒体传播理念 因此声援者遍及全球 纳瓦尼去世后 他所领导的组织宣布要进行重组 但绝不会放弃抗争 这也是纳瓦尼生前在纪录片中留下的遗言 纽约时报分析 纳瓦尼之死会让所有反普钦的异议人士大团结 当局恐怕会在三月中 总统大选前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确保普钦连任不会出任何差错 TVBS新闻总和报道